翻开导演尹涛的作品 就能看到不少耳熟能详的爆款影视剧作品 从讲述了六扇门女捕快 被卷入重重阴谋的古装爱情悬疑剧《锦衣之下》 刀捧红了两位主演的东方玄幻仙侠剧《琉璃》 再到如今双向养成的热血传奇剧《长风度》 在尹涛的手中 几乎指导的每一部影视剧 都收获了足够高的热度 细看之下 不难发现尹涛在古装剧领域 有着自己独特的创作心得 所以当被问到古装剧的创作 是否有某种爆款公式时 尹涛表示古装剧会有创作的核心 但所谓的公式并没有标准 核心其实在于用心遵守规律 在于符合规律的基础上创新 影视剧不是数学 没有公式 但它有规律 艺术的规律 人设 情节 情感的不同组合 产生无穷般的变化 同时 虽然这些都是古装 但内在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世界观创作的基础 呈现与表达的方式等等 都有迥然不同的区别 但也有相同的地方 所以 哪怕拍摄长风度 是尹涛得心应手的古装题材 可在长达三年的创作时光中 尹涛仍感受到了与日俱增的紧迫感 和不想辜负观众期待的压力 所以 在长风度开播热度破万后 他也在社交平台感慨这三年创作时光 并对观众的喜爱表达了感谢 在每一部作品中 我都会找寻到新鲜的感觉 尹涛说道 虽然近年来与观众见面的作品 大多是古装剧 但对于他而言 每一次的拍摄体验都是全新的 剧本和内容是全新的 拍摄的天气和方式是全新 结构和过程是全新的 我也不希望拍戏 陷入一种公式化的节奏里 还是希望有新的体验 这样才能给观众带来全新的感觉 感谢